本地新增4563起冠病确诊率 新病例中707起聚合霉炼检测呈阳 另外有3856起是通过快速抗原检测发现的低风险病例 再有两个人因为冠病并发症逝世 卫生部网站的更新数据显示 目前有512个冠病患者住院 64人需要输养 22人在家户病房 每周病例增减率为0.65 新增的4563起确诊率中 4472起是本土病例 输入型病例则有91起 目前累计病例110万601起